為了營造友善的交通型環境 那麼新北市的交通局局長 上午在專案報告當中指出 過去四年交通局完成了四通八達新願景 未來四年會繼續努力 要達成永續發展的全球新趨勢 為營造友善的通行環境 新北市在未來四年 將在人本交通 智慧交通 以及綠能交通三大骨幹之下 持續建設 全的智慧運輸時代來臨 新北市超前部署 五處AI智慧動態耗製運輸走廊 並在多變的交通環境下 啟動交通 戰情室 那智慧運輸在過去幾年裡面 我們逐漸的把原來 這個紛亂的一些系統慢慢的整合 那也希望能夠在這個 因應未來的多變的氣候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能夠有一個 集中式的一個戰情管理中心 同時會因應永續發展的全球趨勢 新北市也致力推動共享運聚 其中U-Bike的建設規模是全國第一 未來也會持續增建電動公車 電動公車在過去新北市發展的速度比較慢 我們現在是有142輛的電動公車 那我們的目標是1500輛 在2030年要完成這個整個車輛的一個汰換 那在2027年之前 那我們需要能夠至少有一半 周明石表示未來區域運輸場站 以及公車站都會加入電動化的行列 讓綠能智慧融入社區 實踐淨零碳排政策 成為真正四同八達的新北市 記者總報道